望线,估计长夜,第六集,魏英一下一下地轻拍她的后背,看着她渐渐熟睡,看着她突然紧簇了眉头,抬手轻轻抚平,柔声说道,没事了,没事了,现现在呢? 看着她不再眉头紧簇,魏英这才安心地窝进她怀里,紧紧抱着她,一起歇息了。 蓝湛醒来,感觉到被人紧紧抱着,低下头看到怀里的人,低下头亲了一下她的额头,多久了,自己有多久没有这般好好的休息了,梦里不再是那痛不欲生的梦魇,感觉到怀里的人动了一下,蓝湛看着她,不一会怀里的小家伙醒了过来,迷迷瞪瞪地看着自己,声音软糯糯地说道,湛哥哥,天亮了吗? 怎么不多睡一会?没有,如若黄困就在睡会,那湛哥哥陪线线再睡会好不好?好,魏英窝进她怀里蹭了蹭着了个舒服的位置,不一会就睡着了,蓝湛看着这般的她,空气了多年的心被填满了,蓝湛一下一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背,她的线线回来了,正因为她的勇敢,让自己再一次有了勇气和她携手前行。 魏英醒来,不见抱着她的人,连忙起身找着,蓝湛回来看到在屋里着急的人,走到她身边,把人抱怀里,柔声说道,醒了,刚刚去给你,准备早善去了,别怕我在呢,不会再离开你了。 魏英被人抱怀里,闻到熟悉的味道,这才放下心来,也紧紧抱着她说道,那湛哥哥可不能骗线线啊。 不会,蓝湛看着她,只穿了中衣,把人抱起,走到床边坐下,拿过一旁她的衣服帮她穿好,把她一头柔顺地青丝挽起,而后帮她洗漱好,这才抱她走到饭桌,怕坐下,拿过食盒里的早善出来。 蓝湛看着怀里黏着自己的人,低下头亲了一下她的额头,柔声说道,线线,你自己在这里一会,我去找叔父一会就回来陪你好不好。 好,蓝湛起身离开,魏英看着她离开的背影,直到不见,这才去用传送符给爹爹和娘亲发信息。 蓝湛来到雅市,蓝湛看着她久久不语,过了许久才开口说道,线下看到你把静视的结界撤了,可是你心里的呢? 何时才撤?还有真不打算告诉那孩子一切圆尾吗? 蓝湛听完袖子里的手紧紧攥着,过了许久行李说道,过几日我会带她去女娲娘娘那里,只有我们彼此不再有隔阂, 才能走到最后,旁人永远都是不是你,只有你自己最清楚该怎么做,我只希望你不要再这样下去,知道了吗? 是,叔父,去吧,离开雅市,走回她住的地方,看着在屋里乖乖等着自己的人,看到自己回来了,便跑来抱住自己,蓝湛接住向她跑来的人,魏英定定看着她,说道, 战哥哥,你怎么了?过几日带你去个地方,告诉你一切的圆尾,哪只卫英摇了摇头,紧紧抱着她说道,不要,这样撕开战哥哥的伤口多疼啊,线线不要,我们现在这样挺好的,真的。 可是我不想委屈了你,你有权利知道这一切,我不想你一直这般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,我只希望你永远都是这般自信洒脱。 卫英看着她,点了点头,其实她私心也想知道那个人是谁,她其实也会在意会吃醋,可是也知道那人是战哥哥的无可取代,所以她告诉自己不可以和一位先世的人计较。 卫英一路上很紧张,自己日前,战哥哥说,带她去个地方,就开始在想到底去哪里,不曾想是去女娲娘娘那里。 女娲看到携手而来的两人,很是平静,对蓝湛说道,来了,是,女娲看着蓝湛身旁的人。 柔声说道,这么大了,该是你们的,就是你们的谁也拆不开。 卫英不知道女娲娘娘说的是什么意思。 女娲看着她说道,孩子,今日前来,寒光神君跟你说过了吧,是,让我跟她聊聊吧,是。 蓝湛起身离开,走到院外等着,等着知道一起事情圆尾的人最终的选择。 孩子,知道了一切真相后,好好想想该怎么选择。 卫英点了点头,女娲透过她的眼睛回忆起十七万年前的事。 蓝湛看着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大开杀戮,连一些老弱妇孺,手无寸铁,甚至已经主动投降的人都不放过。 魔戒是有错可魔戒那些平民百姓,何错之有。 魔戒到处都是血,蓝湛素衣白长,都染上了红色,到处都是铁锈般的血腥味。 这时蓝湛看到一个躲在角落瑟瑟发抖的人,约莫跟自己一般大,走到她面前蹲下,听到她害怕地说道, 不要杀我,不要杀我,爱英很乖的。 蓝湛摸了摸她的头,柔声说道,没事了,不会杀你,你可愿随我回家。 回家?爱英没有家了,是回我的家,有我在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,真的吗? 真的,魏英跟着她回了家,就这样在云深不知处住了下来。 蓝湛渐渐发觉她不是普通的老百姓,而是魔族的少主,可是那时自己的心已经不受控制。 而她也乖乖地待在云深不知处,修习了云深不知处的功法,没有做过一件坏事。 常常跟着她下山行善除碎,在自己的宠爱照顾下明明自信起来,舒服见他们心意相通。 而且魏英良善乖巧,比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好了不知多少,便跟族里的长老们商量着他们节到的日子,等魏英籍贯就节到。 她也以为他们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了。 那日是魏英籍贯的日子,云深不知处早早就张罗好了,看着粘在自己怀里的人,摸了摸她的脸,阿英,今日籍贯该取个字了,那二哥哥给阿英取吧。 好,那可以告诉阿英叫什么吗? 线下还不能说,等举行玩籍贯礼,才能告诉你,那阿英就等着到时候二哥哥告诉我。 好,弟子们送来一会要穿的衣服,蓝湛拿起帮她穿好,看着她在自己面前转了一圈,问道,二哥哥,好看吗? 好看,我的阿英最好看了。 蓝湛抱着全心依赖自己的人,两人憧憬着节到后的日子,全然不知危险已经来临。 蓝湿没有大肆宣传,不知怎的那些名门正派知道了魏英的身份。 蓝湿弟子看着蓝湿汹汹的名门正派,不知发生什么事,询问一下情况。 不曾想那些名门正派直接大开杀戮,说蓝湿也是邪魔外道。 跟魔族是一伙的,不然怎么会包庇魔族少主,就是想学魔族的野心统一修真戒。 弟子,拖着重伤的身体,跑进云深部之处。 蓝湿汹正看着准备得如何了,不曾想看到了重伤跑进来的弟子,连忙问道,出了何事? 宗主,明门正派杀上来了,说二公子包庇魔族少主,跟魔族一样的野心,想统一修真戒。 蓝湿汹还未出生,便看到已经杀上来的明门正派,那群人看着蓝湿汹,说道,蓝宗主,你们蓝是什么意思? 既然敢包庇一个魔族的少主,那各位可有证据呢?那魔族少主跟魔君长大一模一样,最重要的是他手腕处可有一朵彼岸花。 你又是如何这般清楚的?蓝宗主,你不会是在拖延时间吧?好让那魔族少主逃走吧。 胡说八道,既然蓝宗主不肯交出来,那就别怪我们了,说完便打了起来。 蓝西辰便带领弟子们抵抗,弟子跑到靖市对蓝湛行礼说道,二公子,宗主在前面挡着您,快带卫英少爷走,怎么回事? 不知是谁透露出消息,知道了卫英少爷的真实身份,现下那些名门正派杀上来了。 弟子看着不动的二公子急得不行,着急说道,二公子,快走吧,再不走就来不及了,我怎么能走? 蓝湛转身,看着乖乖在自己身旁的人,低下头亲了一下他的额头,成奇不被打晕了他,把人紧紧抱着,柔声说道。